随臣范贤 假死清君 罪无可受死不足惜 范贤冒险见庆帝 希望从中寻找生机 王启年建议范贤回使团称误传消息 但范贤却选择大白天伪装成刺客 在众多守卫面前暴露自己 侯公公一见范贤 便识破他的伪装 急忙遣散侍卫并劝他迅速离开 庆帝现在尤为震怒 要是知道范贤欺君 侯公公怕是自己也会跟着掉脑袋 庆帝范贤没见到 却遇见了陈萍萍 陈萍萍直视范贤的行为愚蠢 不管怎样也应该熬到回京 而不是选择假死 陈萍萍提醒范贤 要想活命就必须先死 只有拼死见庆帝 才有生路 范贤教助于离开的陈萍萍 将一张图纸拿出让他转交给庆帝 称萧恩透露了神庙的秘密 陈萍萍告诫他 如果见到庆帝 除非他主动提及神庙 否则绝口不提 同时他提醒范贤 在没有确保安全之前 千万不要再见他 就当京都无缘相助 随后 陈萍萍巧妙地向庆帝 透露了范贤尚未真死的消息 弃君之罪虽应当处死 但若范贤还活着 也许还有些价值 毕竟 天下文人已将范贤 视为未来的文宗 北七文坛也会对他心生敬畏 陈萍萍的话让庆帝沉默不语 他接着拿出范贤 交给他的图纸 声称这是范贤送给他的礼物 清帝动容眼神有了变化 面对陈萍萍时没有表露任何情绪 但当陈萍萍离开后 他立刻起身检视范贤的礼物 这上面画着的是用齿轮制作的 全自动弓箭 清帝的表情复杂 似乎未能理解 不久之后 范贤来到皇宫 跪地表达自己对生死的淡薄态度 他详细叙述了在北七所见所闻 包括二皇子与长公主 李云锐的私下勾结 尽管他表现的义愤填膺 仿佛随时准备为正义赴死 但他仍试图解释自己被逼无奈 只好设计假死来脱身的原因 清帝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在范贤决定不顾陈萍萍的嘱托 提及神庙后 清帝终于有所动作 虽未发声 却开始偷偷观察范贤 陈在北七所知所闻 如今已尽数告知陛下 即便是生死 也再无遗憾了 唯一可叹的是 生死亦别 清国尽心为陛下尽忠 陈死后 若是昏炮有灵 已将护要清国 护要陛下 滚 离开皇宫后 范贤找到大皇子 但大皇子未避免被卷入 装聋作哑 范贤只好揭露了二皇子 与李云锐勾结的事实 大皇子起初对此表示怀疑 但在得知消息源自北七的锦衣卫审中 并有实物证据位于 清国边境的史家镇后 他终于相信了范贤 并决定立即派人深入调查 两人合作的计划属于机密 范贤提到刚才的护卫都听到了动静 大皇子口头表示将他们关起来一段时间 实际上却命远将他们全部处决 与此同时 王起年调查发现范思哲与费界并未受到威胁 但滕子经的妻儿却被带到了报月楼 报月楼乃是青楼 想要救人 范贤就必须出现在这里 陈平平与二皇子接等着看范贤如何将人救出来 一时间 报月楼成为了众矢之地 范贤来到报月楼门前 发现进出必须有凭证 这似乎是故意设下的障碍 范贤将所想的讲述给王起年 王起年夫人听闻道出报月楼的管事之人名叫袁梦 袁梦曾是花魁 在私里里出现前属她最出名 夫人以前卖过胭脂香料 所以对青楼这一行的是多少知道些 想要找到滕家母子的下落 就必须知道报月楼的东家是谁 夫人向他们推荐了报月楼中的一位名叫桑文的姑娘 她曾与王起年有过一段往事 听到夫人的话 王起年手上的杯子都差点掉了 证明了夫人的严格管理不是虚构的 夫人早已知晓王起年的小事 无论她如何解释 都无法避免挨上一巴掌 过了一段时间 王起年带着范贤秘密潜入桑文的住处 尽管范贤自称是赵公子 但桑文一眼就认出了她的真实身份